美國的新冠病毒疫情今天踏入了一個嚴酷的里程碑 截至星期一 新冠病毒已經奪走超過1萬名美國人的性命 這個數目甚至超過了美國在過去六場戰爭中的死亡人數 根據美國退門軍人事務部的數據 美國在美國革命、1812年戰爭、美麥戰爭、北美印地安戰爭、 美西戰爭以及海灣戰爭這六場戰事中共有9961名士兵陣亡 而John Hopkins大學的數據統計顯示 截至4月6日下午1時美國已經有近36萬人確診新冠病毒 10524人死亡 專家預測好似紐約、底特律和路易斯安那的新冠疫區 將會在這個星期出現封殖死亡數字 紐約州昨天和今天都分別有近600人死亡 白宮新冠病毒專案小組成員 帕克斯·博士日前表示 民眾在這段時間即使是超市和藥房都不應該去 他們應該盡可能留在家裡以保障自身、家人和朋友的安全 就連此前一度曾淡化新冠疫情嚴重性的總統特朗普 也都警告這個星期將會非常困難 多個州目前正作積極準備 加州正準備在州內的體育館和護展中心 增添超過5萬張病床 並通過自願性質招募超過8萬1千名醫務人員 在科羅拉多州 多間戶外用品裝備公司 已經轉為生產醫務人員急需的個人保護設備 就在新冠疫情即將進入最嚴峻的時期 全球投資人似乎已經看清楚疫情的走勢 全球主要股市今日出現反彈 道指收盤上漲1,627.46點 報22,679.99點 標普500指數收漲175.03點 報2,663.68點 納指收漲540.15點 報7,913.24點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Czyli